大家好,我是Chris,今天分享一件事 領取國家養老金錢,可能無法工作 英國退休年齡提高到71歲 不要以為是很開心,這是一個福 一會兒我告訴你為什麼是一個福 但我見網民都挺有深度 多少稅休不是由政府決定 是由你銀行的存傅而決定 有計劃幾天40歲就可以退休了 我身邊很多人都是 真的,我也給他一個讚 說真的,說真的 自己的投資策略和任何一個決定 都可能會影響你什麼時候退休 這是現實問題 所以理財很重要 不然就像這個習慣那樣 糟糕,自己糟糕,做到71歲 我講真的,這宗新聞我會慢慢再跟你說 其實是一個福 為什麼是一個福呢,我告訴你 分享幾件事 年初五,大家開工沒有? 開工了 又是這樣說 新的一年,希望大家 那些財源廣盡 身體健康 年年有餘 總之就是什麼好東西都來 總之就是 總之就是有好東西,不要有壞東西 分享幾件事的消息 這個假期 這個假期 農曆新年假期 錄得零二手買賣 其實也正常的 這個假期要拜年 那些人 怎麼會去買樓呢 你會不會農曆初一走去買 走去看樓呢 很正常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真的不用擔心 另一件事 恭喜兩個人 好像說中電腦票 兩個人買電腦票 還有1.18億 除兩份 我想會人五千萬 五千萬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像今天的內文 可以做退休 不過要懂得理財 不懂得理財 就算給你一人中一億 都很快就玩完 說真的 就是理財很重要 說今天的內文 今天的內文 為什麼克里斯哥說是一個服 以前英國做到多少歲 退休 我都不清楚 我真的不清楚 我當六十五歲 知道的聽眾告訴我 我真的不清楚 但是越走越前 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交信的人 不是那麼多 但是要養的人 越來越多 哈哈 錢越來越不夠 是呀 說真的 那怎麼辦 因為退休年齡 說真的 你在找那些笨蛋 哪些人 在找哪些笨蛋 譬如你公佈那些 公佈那些 公佈那些 那雙八公佈 我都不知道 公佈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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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大盛 公佈那些 公佈的人 公佈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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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這個留言覺得是對的 你記得信息有不關政府的決定 這是你決定的 這也是現實的問題 在美國論文之前 有一個聽眾很搞笑 上次真的很搞笑 上次去了一個香港人的基達榮 又說幫你找工作 又幫你寫CV 教你怎麼寫CV 然後那個人說 他幾歲呢 他應該六十七歲 他說他很悶 然後想找工作 然後有一個人幫他問 幫Council的人幫他問他 面對面的問他 這個阿伯很需要這份工作 很需要工作 但是在英國有很多物業 很多錢收拾 那個鬼婆婆想著他 心想 誰不知是否想過了他 給他什麼意見 你這麼多錢 又說恐怖又說想上班 很需要工作 你想怎樣 工作不是給一些窮人 為何要給一些有錢人 真是很奇怪 爛劑說完了 又這麼說 講到內文之前 我自己覺得 剛剛說了 你的退休年齡 其實是找夠你笨的 絕對是找夠你笨的 你對我來說也沒有影響 因為為什麼呢 我之前計算過 未必拿到Full Pension 不知差幾年可以拿到Full Pension 如果我要公公到他退休 法定的退休年齡 我自己 我不知道你 但是如果他現在退休到71歲 可能我可以拿到 拿到Full Pension 也不奇怪 不過有這麼說 很多客人都跟我說 在這裡 在英國 他的命放得不長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剛剛一退休 拿Full Pension 那... 就... 就收皮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當然要看看你做什麼職業 有些人 如果你做夜間的 即是那些護理的 要那些輪野的 那些很大機會 都會有這些問題 我認識的 有些客人都說 一做那些 一到退休那幾個月 想著可以慢慢咬回政府轉流 收了兩三個月 就乖了 所以沒著數 說真的沒著數 我亦都有很多客人都說 不要跟他瘋了 供滿十年就算了 供滿十年就算了 就打我的全部不供了 我亦都有客人跟我說 我真的有很多客人 亦都有些客人跟我說 說什麼 一元都不供 他來了三年了 一次都沒供過 一次都沒供過 我自己就跟他說 因為我知道 他是我的客人 我就說 你四十幾歲 四十一二歲 你不供 不是那麼好 我說 怎麼都供十年先 我真的這樣跟他說 不要說 供滿十年 供完十年之後 你再決定供不供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決定留在英國的 很長時間的 你就很吃虧 說真的 因為Chris哥都跟他分享過 我也不知道 我留在英國多久 我也不知道 但我就知道 如果我們真的有機會 長留在英國的 可能我會有一段時間去別處 一段時間去別處 一段時間去別處 一段時間又去英國 即是兩面 場面棍 要符合他在英國居住的要求 其餘那些可能去愛爾蘭 或者其他地方住也不其中 沒有人說 一定要在英國住一年 因為我未看過他的規定 要在英國住了多久 但如果我自己最理想的想法 可能我自己 我自己而已 我不知道你 最理想的想法 就是英國住一段時間 其他地方也住一段時間 當去旅行 因為英國有些時間是特別冷的 那段時間是特別冷的 我就去其他地方住 譬如泰國 台灣 哪邊差道都好 總之 兩邊走 到時 有什麼所謂 因為政府 會有自動出金給你的 你為什麼不參加這個計劃 也不是說什麼 誤你十年而已 當然十年的錢 和公三十年的錢差很遠 我自己這樣跟你說 如果你覺得公NI是蝕本的 那你就不要公了 但你問我 我就會公 因為你不知道你 將來的路怎麼走 說真的 都不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自己 將來的路怎麼走 那我就公了沒有蝕底 我自己這樣想 公了沒有蝕底 他的內文想說什麼 根據國際長壽 ILC的機構說 健康老年和預防的指數 健康狀態不佳的工人 退出勞動市場主義原因 也就是英國今年經濟繁榮面臨最大的挑戰 所以其實應該很讓人用 所以你肯出賣勞力的 肯做 用手用腳做事的 其實沒有理由找不到工作 因為他們降低了經濟的生產 該指數也表示 再長壽關鍵問題變得更加緊迫 該指數根據的壽命 以健康壽命、工作壽命、收入環境效益 幸福第六項指標 1、2、1個國家進行排名 發言排名最高的國家人口老化 使得這些國家的政府採取行動 支持健康老化越來越重要 就是叫你做久一點 領取的老齡金由年齡欲 所以我也沒記錯 20%比例 匯明退休人士 5名工人 但50%比例 匯明的退休工人 對1名工人 預計2050年至少有20個國家出現這個問題 即是老年化的問題出現 緊縮的時期和新冠疫情的時間 預期壽命停滯放緩 2027年 國家養老基金提高到67歲 其實已經提供了一次 但長遠離看 都可能會提高到68歲或69歲都很大 最近的數據顯示 2022年英國9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50萬 100歲超過1.5萬 這個數字20年翻了一番 8歲老人的隊伍營以女性為主 那些男性真是吃虧 但男性迎頭趕上 20年前 100歲以上的女性與男性 是8.2比1 現在是4.5比1 已經收窄了很多 這裏停一停 我都可以分享一些東西 譬如 Kris哥現在住的那間屋 我隔壁的鄰居都很老 我估計他應該 有一個只有一個男人 老婆不知是離婚了還是離開了 總之只有一個人住 他每天都很無聊 走來走去走商場 我覺得他很無聊 但我非常肯定 他也是靠政府津貼給他過活 說真的 而我另一邊 我排高左右互發 有兩邊 另一邊 那一對夫婦都年紀大了 我估計他應該都七字頭 還開著車子走走 還有空打高 其實在英國我看到的人 上一年紀的人 很依賴政府給他們的津貼 很依賴 你可以這樣想是好或者是不好 好的就是定期有人出來給你養著你 其實這個制度也不差 有一個防守線 當然你說夠你賣些什麼 我不知道你怎麼用 怎麼吃 每個人的消費方式都不一樣 有些人大洗 有些人花很少錢 要看看怎麼花 但問題是 我可以告訴你 這裡很多人都靠政府那塊錢 出那塊金 就是那些津貼 我們過活的 尤其是老人家 這是事實來的 每個人都不用做 我不是看見他一個月打很多次 我相信他一個月打三四次 然後走走走走走走走 不知道他幹什麼 提高養老金是一個解決辦法 就是一個挑戰 研究表明70歲時只有50% 成年人會有殘疾 並且能夠工作 如果從事經濟活動人口比例 78%增加到85% 那麼2040年國家養老基金年齡 可以推在70歲以下 至少幾年內如此 整項都說完了 其實剛剛的網民的留言都不錯 我都覺得 最重要 另一個就說 真的沒有錢的就要緊一點 其實就是沒有錢 好閒而已 不過就不要 敦起一副 看不起人的漆樣 始終 不和幾百年前的大英 不說這些 而老人脫歐 又哭了窮鬼 其實脫歐 真的會令到英國 真的可能發展得不太好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 他們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是很大機會重返歐盟 不過你說 這個政府 我想不會住的了 因為這個政府 也是支持之前 肥波 完全沒有關係 也不是 因為他推了肥波 現在那個 首相才做首相 現在的政府 我覺得他不會做的 你說下一個政府 如果工黨上台 很大機會 但如果下一個政府 也是保守黨上台 五五波 是看五五波 要看看當時那個人 怎樣想 又或者民意怎樣決定 你問我 我自己這樣說 入歐盟 歡迎 哈哈哈 說真的 入歐盟 歡迎 我經常跟大家說 入了歐盟 大家入了席 到時去哪裏都不知道 說完了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留言 給大家分享 最重要是新年愉快 拜拜 對 我們在說明 我們不會做的 我們不會做的 是 很快 一段時間 我們會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